我是很怕狗的人 我小的时候 六岁就给一个风狗摇过 所以从那时候 我看到狗跑 我很怕的 尤其是大只的狗 所以真的是 上帝帮我开一个大玩笑 现在没有带一个导盲圈 Lachon是我国唯一的导盲犬 职责是协助失明人士 成为失明人士的导航 无奈我国生活环境 对导盲犬的限制和排挤 让这只导盲犬无法执行任务 他的主人陈锦辉清楚知道 只要政府一天 没有立法承认导盲犬的身份 Lachon都不能够成为一只 真正的导盲犬 但这才很容易 先别说要在大麻这片 及穆斯林居多的国土上 立法认可导盲犬 就连Lachon还未正式 踏入这片国土 都已经遇上了第一个阻碍 那时候我带Lachon回来 是根本没有问题 从上海进去飞机 或者是进去飞机场 都没有阻碍 后来要上海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马来西亚那边的Airport就通知香港那边 如果我没有安排一个狗家 圈的农 我不能够搭这个飞机回来马来西亚 我一下机那个园就在那边等 Lachon 我说要从外面走到那个 arrival hall那边等我出来 所以已经开始了 我就知道已经开始了 这个仗 这个这个这个怎么样讲 这个battle这个 journey开始了 的确 这场漫长的仗开始了 从不能够进入商场 酒店餐厅 到不能够乘搭敌士 火车巴士 陈景辉和拉松的考验 是一关接着一关而来 然而呢 为什么会出现限制导盲犬的状况 是否纯粹穆斯林的宗教敏感 陈景辉从大马伊斯兰发展局那里 得到了这样的答案 杰金对于他们来讲 其实他们担忧 不是 怎么讲religion的问题 他们就是 这个文化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文化问题 陈景辉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但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得透过政府部门 立法承认导盲犬的身份 好让导盲犬的工作环境 不会处处受到限制 但可悲的是 陈景辉连和政府部门 对话的机会都没有 我还是在等着这个 克蒙特亚本阿古达 这是达特斯利耀东来的 部门还有 克蒙特亚本阿古达 那个财务 等一个训练 已经写了一两次信 也是有联络他们 可是到现在 还没有一个消息 要见我们 如果政府部门要跟我对话的话 我这样下去 要如何继续下去 这样如何继续下去 陈景辉坦言 为了Lasson 为了自己 也为了其他失明人士 这条路 再难走也必须走 陈景辉和Lasson的互相扶持 也让彼此从单纯的主仆关系 升华到了心灵伙伴 他从前怕狗 如今生活却不能缺了他 因为他不只是他的眼 更是他身心的保护罩 我走路 我走路也是蛮大意的 冷准 有几次他会在我前面挡住 当然我自己看不见 有时候我太太有跟我讲 对我来讲是已经是一个 很好的保护 然后还有很多事 就他就是好像变成一个 真的好朋友 有时候我真的是很闷 他会静静地坐在我旁边 这样讲 我现在了解 为什么每个人讲 狗是男人的最好朋友 其实导盲犬和警犬一样都是服务犬 但如果执法单位碍于国情不同 或者是文化不同 而使到导盲犬从服务犬变成了宠物狗 或者是公关犬的话 那对于失明人士或者是狗狗本身来说都是不公平 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陈希强和陈太太会继续地争取导盲犬的地位认可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一条争取的道路到底还要走多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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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